回家的路很长,半代长的路,脑中也闪不完回路的画面,在首都国际机场,尽管张立民保持一线和认出他的情侣和友,但此时张立民真实心情,恐怕欧阳无从夺知,犹豪挫折的懦目,不当,还是对欧阳热之中穿山娃的憧憬,不是今晚有之,总之,那个在欧阵坚持三年堆的少年, 最终还是派上了回国的道路,梦想,有时候中间比不过现实,那么张立民是否还能像孙靖海一样,第二次去欧洲追寻自己的梦想,答案暂时不得而知,但作为过去几年,坚持为难道中国求人,他的经历,对于后来者总有借鉴命意,张立民代表欧阳暗国贼出战,从小到定为人命中,二十月上午, 当张立民交往回国家门国安部消息传出后,嘲笑他使用的情侣友,但更多圈梦言是,还是对他送上来真挚的祝福,这几年,看过了太多出国批球只为转内销的故事后,对于真正追求流亡梦想的球员,大家怎会忍心去批评太多?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接触张立民,大约在2013年年底,当时在经济公司的运动下,他去荷兰梦特斯视讯,他的爸爸张玄成说, 孩子梦然是在张立民下决心踢球的那一刻起,就写入了陪篮计划,张玄成算得上一个球吃,他认为,中国球员相比欧洲球员在身体上差距很大,为了让来做为了梦然梦然不要吃这样的亏,张成玄从小就买保健品和牛肉,给来做进步, 同时,他还低促张立民好好学习英语,为交来出国做准备,张立民的第一份职业合同,是和这家立成足球俱乐部签订的,当时之所以和立成签约,一来张立民是这家温州人,之前几年一直在立成足球修求,更重要的原因是,立成担任合同中,加入为了最低人约金条款,金额差不多百万元元币,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只要欧洲有球队要人,较钱不会成为障碍,2018亚加达奥运会难足八分之一学校,中国Lindos刹克,张立民不幸受伤,你的热片货有了这一系列扑变,张立民最终在2015年年初和为特斯签约两年,下季正式加盟,此时中国贼谈其实已经进入了金额时代的2.0阶段, 大多数据乐部投入超过10亿,很多营养小球员非常顺利成章回国踢球,张立民在欧洲,不是没有受到这样的用户,营养期间隔三差五就有消息称他要回国踢球,他和张成全每次登录出来否认,不考虑回中超踢球,就连为特斯据乐部,也在合同进入最后一年时间内, 想要接受中超剧乐部1000万欧元的代价,在荷兰人看来,为陪一年多时间能够赚在1000万欧元,简直是天上掉下大线顶,张立民出战布兰梅热身赛,大高竞力全场,但张立民选择了继续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加盟西布兰随后封建大德角布兰梅, 张玄成展凯,如果当时选择回国,作为欧英20球员的张立民,绝对可以得到一份添加合同,哪怕在布兰梅这一年时间,始终打不上比赛,如果张立民选择东窗回国,他依然可以得到一份大合同,但张立民选择了回答熟悉的河甲联赛,希望可以延续留在生涯,这期间,张成全时不时去欧洲陪伴张立民, 偶尔在国内复赛小人,也会通过微信沟通,要迈得住寂寞,有时候打不上比赛,也是一种寂寞,折服了三年多选择回国,金权上说张立民已经走失很堆了,在工资迈出台后,现在最多是一份普通合同了,但中国足球又有多少人,让张立民选择过梦想,不再大潮中被金权屈服,张立民在维特斯效力, 扛不过的伤病从流行历程来看,张立民取得还算不错,经过全半年试用后,张立民在2016年上半年,获得了多次出场机会,还完成了河甲首发,当年他出场八次,虽然出场时间只有150分钟左右,但打进二球的数据,对于一个20岁不大的球员来说,一属独异,等赛剧回答河甲效力与海洋, 第五出场六次,虽然有打中门这显示进球的时刻,但未能取得进球,而如果要说张立民别人生涯的关键词,商品当然不让排名第一,流行为特斯第二年,张立民原本在荷兰奔可以出场,没想到在前一篇训练中受伤, 自那五后张立民就陷入双臂磨造礼皮,上任国籍首仗在昆明打开台来,张立民踩到了球场一个下坑友商,张立民上赛剧江门海洋,江门不来门后张立民一直努力跟上全队训练节奏,之后被战烟二三大洲都过程中,张立民在敌败集训大口肌肉四肢, 他发生出战烟二三大洲奔,结果是光小准赛出现的第三场和卡塔尔的比赛,他在一次单高球处理过程中受伤复方,租借到海洋后张立民代表烟二三国家队参加了议会,在三四肢输给上特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他和对方球员一次对脚装受伤现场,因此养生数月时间,对于女女受伤,张立民也是非常无奋, 他坦然,自己已经有意识控制,但当比赛中,真正需要拼一切的时候,他要让买潜在的风险,最明显的例子,是因半三一周奔和卡塔尔比赛中的受伤,张立民说,如果不是单高球他可以把握之前受伤的部位,但看待那是个单高球机会,果然立东了一下,伤病似乎是中国球员阳阳阳路上的偏敌, 曾经海征战阴转膝盖时自任带促虐,孙强在和人国家德比对海田家踩生膝盖,自那以后表现开始向华,赛季结束后单一霍恩也放弃了买账条款,而黎子,政治和豪章里,也不同程度受到伤病困扰, 张一鸣和父亲 一胜比赛才是关键张一鸣最终选择此时回国 这也是经过双方恋权衡后的结果 对于张一鸣来说 过去两年比赛机会实在太少 这对于正在长长期的他来说非常不利 对于二十二次的他来说 现在打胜比赛是最关键的 不过张一鸣心中 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林鸣的追求 这次和国安俱乐队的谈判 张一鸣分裂 希望可以将上对未来流氧有保障的相关条款 而与国安这些年 一直对球员流氧持开放态度的情况来看 这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未来张一鸣还有机会再续追逐梦想 国次号球队的争调 也是张一鸣选择回国的一个原因 这几年为了参加各级别国次号球队的比赛 张熊成多次和温州俱乐队进行沟通 对于温州职业俱乐队来说 他们只认可国际比赛业的队面 而很多温系列的比赛 向下温州飞国际比赛业进行 今年三月 1997年温州国大队将参加爱运后预选赛资格赛 晋级后明年一月将是一二三万周队 也就是爱运后预选赛 长期集训是西东克在韩国成功的主要因素 何王人也希望可以让1997年温州国大队有更多时间磨合 作为国大队主力前锋 张一鸣如果留完 光州俱乐部不可能理会国大队的要求 回到国内 一切将不成问题 对于张立民来说 或许现在回国踢球 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努力坚持梦想的人 不该被吃瓜球迷嘲笑